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无论是长成什么样子 它们都被统称为春 就比如半赤木旗下的父子春科 蝎春科 养春科 花春科等 多个名字中包含春的类别 甜蝶就是父子春科的一员 也叫父春 水蝎子 在科学界父子春科有时候 也直接被称呼为甜蝶科 足可见甜蝶在这个家族中的重要性了 虽然甜蝶和父子春在学界内经常被搞混 但它其实是父子春科中的一类 想要了解甜蝶到底意在哪里 我们要先来了解下父子春 父子春并不是一个姓父 明子春的昆虫 它们是父姓家族的小伙伴 姓父子明春 这个名字是根据它自身的特点得来的 雄姓父子春 生姓凶猛 虽然是一种昆虫 但它们却敢于在水中 捕食小昆虫 蝌蚪 蜗牛等动物 但凶猛的直男父子春哥哥 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一旦与父子春妹妹结为夫妻后 就会秒变宠妻狂魔 雄姓父子春宠妻到什么程度呢 它们害怕老婆怀孕难受 所以干脆将老婆背在背上 然后在水中到处观赏风景 还为老婆捕捉可口的猎物 一旦雌姓父子春怀孕 它们就可以什么都不做 只要趴在丈夫的背上 就可以安安心心的 过起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 阿祖说这么多 并不是为了点赞父子春 而是为了引出我们今天的主角甜憋 甜憋虽然属于父子春客的一员 但它们却不会把媳妇背在背上 比起负担家庭 它们更喜欢把卵产在水草的境上 除了不父子 甜憋在身材上也足以碾压 自己的老大父子春 父子春一般身长在两厘米左右 但不背孩子的甜憋 却是个庞然大物 它们的普遍身长在7到9厘米 最大的可长到12厘米 因为这傲人的身材尺寸 甜憋才得到了水蝎子的外号 作为一种外表多维灰褐色 或者黑色水生昆虫 甜憋有着扁阔的椭圆形身体 看起来似乎像是个大号的蟑螂 作为一种常见的水生昆虫 甜憋的生活范围很广 南美洲 北美洲和亚洲都有分布 在东南亚一带非常常见 在中国甜憋是一种分布广泛的昆虫 尤其是在北方 想要捕捉甜憋更是十分简单 不过我国的甜憋个头不算大 常见的甜憋大小在6至9厘米 较小的甜憋可能只有5厘米左右 这种昆虫的卵比较大 孵出来的幼虫可以用作于的养殖飼饲料 因此在中国有人专门饲养甜憋 甜憋幼虫很好养活 它们大多以水中的小鱼小虫为食 例如蝌蚪 红线虫 佳银幼虫 黄粉虫幼虫等都可以投喂 并且一次也不用投放很多 两三天来喂一次就可以了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甜憋的幼虫孵化后就要分开 否则在一个区域里面的甜憋幼虫 就会相互残杀 在民间有手打优势 是这样描述甜憋的 昆虫大如斗鸡脚头上流 四足蜿蜒走赶把蛇来斗 蛇在人们的心中都带着危险 凶狠的标签 而无视体格的差异 胆敢以小小的身躯 去跟蛇搏斗的甜憋 其凶残程度可想而知 大家不要以为这只是玩笑 许多人都曾目睹并拍下过 甜憋捕食蛇类的场景 那么体格是蛇不知道 多少分之一的甜憋 为什么能有底气 去攻击这种动物呢 这就要从它独特的攻击方法 和饮食习惯说起了 甜憋捕食猎物 离不开其出色的伪装技巧 它们的翅完美地 模仿了枯叶的细节 甜憋一天的绝大部分时间 都在潜水滩耐心地守候着 甜憋之所以气息在潜水 有以下三点原因 首先潜水滩有大片的水草 给它们产卵 第二在潜水区域 甜憋不用担心 有大型捕食者的攻击 最后潜水区是 小于小下绝佳的气息地 有大量的食物供应 它们从不挑食 小到解决红虫 大到青蛙鱼类 都在甜憋的食谱内 大部分的水生昆虫 都会把腹部演变成氧气罐 甜憋也不例外 它们会通过腹部短小呼吸罐 储存满满一肚子的空气 一次能憋气超过一小时 在甜憋的尾巴尖端 还有一根非常细长的吸管 这根吸管主要是为 甜憋应急供养用的 在空气耗尽 但无法来到水面时 这根吸管就能探出水面呼吸 甜憋强壮的潜足 给它们抓捕猎物提供了保证 它们潜足的内侧十分锋利 能够将抓捕力度发挥到最大 这就是甜憋最重要的武器 甜憋如会一般的口气 甜憋在攻击时 会分泌出极强的消化液 分解猎物的组织 起到终结猎杀的作用 有了这些高端的装备 加上其凶猛的性情 甜憋毫无疑问 是潜水生太威的顶级猎食者 不仅仅是在水里 甜憋在陆地上依然横行 当它们被光线吸引爬上陆地后 依然能够展开猎杀 别说是蛇 就算是人不小心被甜憋咬到 在情况严重的状况下 也可能会造成永久性的损伤 这是因为甜憋在进食的时候 具有很强的忽视性 一旦受到影响 它们就会用潜足攻击仪式警告 但人们尤其是小孩 常常不懂它们的警示 最终导致被叮咬 当然人类被咬还有另一种可能 甜憋的伪装能力很强 当从它们身边经过 把甜憋当作是一片不起眼的枯叶 随意拨开的时候 就会导致甜憋自卫反击 所有很多地区的老人都会告诉小孩 不要靠近这种危险的昆虫 不过甜憋攻击人的情况 还是比较少见的 大部分的甜憋在看到人时 会选择装死 从屁股中喷射出一种恶心的液体 有点和乌贼的自卫策略类似 不过即便如此 在什么都敢吃的人类面前 凶狠的甜憋最终也还是被端上了餐桌 甚至部分地区的野生甜憋 已经濒临灭绝 甜憋在广州地区是绝佳的美食 还被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桂花蝉 之所以叫桂花蝉 是因为它的身上有类似于桂花的香味 而外形又看起来有点像蝉 对于当地人来说 桂花蝉是非常好的夜宵 它价格比较贵 有时候能够卖到20元一只 不过品尝甜憋的前提 就是必须等到甜憋熟透之后才能吃 否则贸然食用这种昆虫 可能会导致感染寄生虫病 不过在2020年2月24日 13届全国人大厂委会 发布了一个决策 这次决策的内容是关于许多野生动物的 禁食令和禁兽令 虽然其中并没有提到 关于野生昆虫的食用规定 但是野生的甜憋 大甜憋 都存在很大的卫生风险 和违反国家法规的可能 因此根据有关专家的建议 最好不要去食用甜憋这类昆虫的 别看甜憋长相争獰性格凶残 但是在日本正是这种凶残的细性 和恐怖的捕食方法 让其成为了大热的宠物 在很早之前 日本就有专门的电视节目 来拍摄甜憋与小动物相互搏斗的画面 现如今在日本已经有专门 当场宠物饲养的甜憋类昆虫 甚至在国内近些年来 也有人逐渐开始将其作为宠物购买 但是在将其作为宠物的时候 大家可千万不要忘记了它们的危险性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你还想了解哪些世界上有趣的动物呢 视频下方留言告诉阿祖吧 当然也别忘了订阅阿祖的频道 这样每天都可以和阿祖一起 感叹大自然的奇妙之处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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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